歌手梁永齐6月27日 现身香港商业电台 宣传粤语新歌 再见灰姑娘 梁永齐表示 很久没有推出粤语歌 因此不少香港歌迷都非常兴奋 就连女儿Sophia 现在都会唱这首歌曲 但是自己并没有成绩上的压力 完全适当和歌迷之间的一种交流 她有听她会唱 但她当然没有唱出歌词来 她只是音音这样 然后有记得那个旋律 她最近很好笑的 她听的不管是什么歌 她都记得旋律 然后会用自己的方法去填歌词 比方说她要 她去填她现在在做的事情 或者是她想跟我们说的话 她有时候会用唱的方式去唱出来 说唱的方式 另外活动当天 韩国艺人宋仲基和宋慧桥 突然爆出离婚 震惊海内外娱乐圈 不知道梁永齐有没有留意到双宋的新闻呢 觉得很可惜 就是开始觉得他们非常的合称 他们结婚当然大家都很开心 但现在就决定作为局外人 就是只能尊重他们的意愿 而且我觉得宋仲基也讲得很对 就是两个人之间私人的事情 真的无法去告知太多 所以我们就只能给他们空间了 某方全媒香港报道 都要听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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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要听起来